在這個萬物皆可跨界的時代 聯名已經變成所有行銷品牌 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 好的威士忌不只是可以品嘗 他如果跨界聯名了新的藝術家 他還會有不同的面貌 像宋伯浩之跟愛德多爾 伯厄馬大叔還有天尼克 在一些藝術家或是收藏家裡面 家裡多了更多品味的成分 R fri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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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Al 歡迎收看漢桃天下 我是主持人漢之哥 眾所皆知 我是一個雪珈 跟威士忌的愛好者 但是这几年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商品所有的品牌都在做一个跨界的联名 在这个万物皆可跨界的时代 联名已经变成所有行销品牌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跨界联名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吸引到很多人 主要原因是因为跨界联名的商品会让人想要收藏 也会让人冲动购买 就好比说我们知道的麦当劳跟Travis Scott联名做了操牌的衣服 连我们每一天去的Seven都跟Nike联名做了操牌的鞋子 每个人都喜欢在LV的品牌 跟了伟大的艺术家草菅迷生最近做了一个新的联名系列 那联名就是1加1大于2的效果 我们今天就是要分享一些联名的威士忌酒款 威士忌比较容易保存 也比较容易被收藏 可是当威士忌结合了艺术品的时候 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威士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跨界联名是更有趣的事情 因为它打破传统的思维 打破价格的框架 你要收藏一副原作 你要花了这么多钱 可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跨界联名 它可能你只要花一点点钱 你就可以把这个作品收藏下来 我们在收藏这些威士忌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看的就是它的发行量 还有品牌的知名度来去决定说 我是不是要收藏它 威士忌跟其他品牌做一个联名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品牌破圈 共享粉丝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威士忌是一个圈子 然后艺术圈也是一个圈子 草丸也是一个圈子 它在把每一个圈子扣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更大的圈子 因为收藏艺术品的人 他也发现原来把威士忌跟艺术品结合在一起 是这么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收藏威士忌的厂家们 他们发现其实威士忌不是只是单纯的风味的分享 而是还有一些艺术上的合作 它有时候在视觉上也是另外一种饗宴 这几年威士忌跟了很多品牌做了合作 其实啊大家的话题是 威士忌圈的人开始关注艺术圈 艺术圈的人开始关注威士忌这一个收藏的品牌 所以在每一次拍卖会都派出很好很好的价格 然后在一些艺术家或是收藏家里面 家里多了更多品味的成分 像松普浩之跟爱德多尔 伯厄马大叔 还有天尼克 好的威士忌不只是可以品尝 他如果跨界联名的新的艺术家 他还会有不同的面貌 我大概分享一下 就好像伯厄马大叔这一支酒 我记得当初在中国发行 一支发行价都大概在一万八千块台币左右 后来我发现大家在追的价格 好像都跑到三四万块台币 他很萌嘛 他很可爱很有趣 然后也蛮多人喜欢的 联名威士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都是限量的 他就是一定有数量上的限制 那你看三门麻油箱当初卖的价钱大概在三万多块 后来我记得现在的均价大概在十万出头 大概十一二万左右 版画大概在八万台币左右 再加上一支26年的Clanet Clanet是一个精品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 威士忌 当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它价格落在大概十万出头 十二三万 我觉得也都是很合理的价格 天眼线的版画一张也是五万六万 可是加上了三十二年的布莱迪 布莱迪很少有超过三十年 这个年份 它还加上三十二年的雪莉桶 然后结合了天眼线的版画 我记得开卖价那时候好像三万多块 现在是什么价格呢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探讨一下 因为它是前阵子才发现的嘛 也许你还有机会在网络上找得到 然后宋浦浩之这一支 一支也是一万多块啊 后来也是卖到五六万块 你看一个版画 加上十一年的艾德多的几千块 结合起来是不是就是这个价格 它最后会到达的价格 是你预料得到的 艺术家本身的品牌价值 跟酒自己的品牌价值 结合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超越这些的范围 如果你要买一张原作 我相信你要花更多的钱 但如果你只想要单买一支威士忌 它就变得没有那么有趣 当然我们就只是喝这个风味 是没有问题的嘛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啦 这是我观察的啦 不见得一定是 但是我看到的差不多 因为当初我们在看他们这些联名的威士忌的时候 开卖价可能就是三万多块 四万多块 可是很快的速度变成五万六万七万八万十万甚至到二十万 但是当它到很高很高的价格的时候 我觉得是因为太多人在追捧它 它还是会下修 当它在下修的时候 掉下来的价格区间 就会落在于你版画 加上威士忌本身的价格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我就相对于 我买了一支威士忌 得到了一件作品 把两个价格加起来之后 综合起来 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一加一大于二就在这里 我很喜欢这种跨界的东西 包含我买的衣服 我买的鞋子 或是我买的一些很多东西 因为一个人的空间有限 你也是一个人 你要能穿的衣服也很少 你想要把两个平板同时穿在身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找联名款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收藏 因为我收藏一件作品 我可以得到两个创作 第一你在外面买不到 第二你想要收藏 更多不见得你买得到 还有有没有下一次 不知道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未来可能会有超玩的公仔 结合了威士忌 再结合了艺术家 甚至结合的是艺人 网红 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会变成一个新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局限 因为我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合作 什么样的作品 什么样的品牌 都可以联名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跨界联名这件事情 不只是在衣服 不只是在鞋子 不只是在包包 连威士忌都是 我们之后会有更多更有趣的分享 让您看看什么样的联名 什么样的艺术家 跟威士忌结合在一起 会有不同的火化 联名这一件事情 我们分享给大家 再讲的是一个观点 其实这个大概要怎么算 我自己的想法 不见得是每一个人 我大概会知道他可能会在 什么样的价格 目前看都落在我的想法区间之内 我想说借由这一集的节目 跟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寻找一个新的收藏品 让自己当一个有品味的厂家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开不开启也没关系啦 但是你一定要订阅跟分享 因为我喜欢把这些有趣的事情 跟你们分享 跟着汉淘天下 一起淘尽天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